大家了解就是说 什么叫做串列 基本上你可以把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叫串列 在Excel的话直接可以放在我们的A栏 B栏 C栏 你可以有很多个串列 可是在Python里面没有Excel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是需要放在串列里面 串列实际上它就长得像这样子 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它一定是一个中瓜糊 里面放了很多 实际上这就等同类似在Excel里面看到的东西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里面不是只能全部都放字串 你其中有一个可以放数字 可以放整数辅典都没有关系 可是呢 如果你用其他语言的话 正列正列就不行 正列就只能单一形态 不能多种形态 感觉这个串列有点像学Excel 因为Excel里面也是一样 你今天要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串列的使用方法 串列里面的话 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串列这边有个图表 比较比较常用的 包含就是说呢 我们刚好用到串列里面有几个 你可以用什么LEN 有没有 最大最小你也可以用 另外的话呢 这个串列 它里面可以重复 它里面可以重复啦 有没有 用成的也可以重复 另外的话 比较常用像 如果我今天呢 要增加资料到串列里面的话 很重要 Append 这个Append就是说我今天要放资料进去 比如说我们后面有一个范例 就是让我们可以输入什么输入成绩 输入几个成绩 可以不断输入 你可以Append 那等到输入完之后 你要跳出的话 我们用-1 输入一个-1就跳0 然后其他还有像什么insert insert可以插入到其中 然后跳出 这比较少用 它是source排序 那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 练习这个输入成绩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案例是这样 我要跳出请输入学生成绩 就是一个回圈嘛 一直输入 就有点像无穷回圈 直到什么呢 直到它里面的成绩输入-1 -1之后break 跳0 那你要告诉我说 这里面有几个学生 四个学生 他们的总分多少 他们的平均成绩多少 并且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该怎么做 假如啦 这个当然证照 类似证照考题这样 那首先的话 我大概demo一下 你会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这边有输入成绩 那首先第一个 我把他执行一下 OK 那现在已经又先切回到那个Python 所以早上的那个 Essal部分 VBA部分 各位就先打住了 OK 那切换回来 我怕有些人会切换 切换不过来 现在已经又回到那个Python 那第一个的话呢 输入成绩 89分 这个有时候比较麻烦 那输入会变 你要点一下 之前就不会 OK 输入 在这边点一下 第三个 假设我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输入到最后一个的话 你就输入-1 -1的话就跳 OK enter 他就告诉我 总共有四个人 那我怎么叫有四个人 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怎么样 这个用append append append就是把资料加进去 所以第一个我会需要一个 空 特别注意 空的串列 就是这样表示 我在上面先宣告一个空的 ok 那就是里面没有放 那之后的话 如果他输入成绩不是-1的话 他就把98 帮我放到里面去 append的进去 65再放进去 ease late 推 然后呢 算完之后的话 最后-1 所以我可以用什么 刚刚讲LEN LEN LEN就是什么 算里面有几个 但是会多一个 因为append会把这个append进去 所以呢 要必须LEN 他这个串列里面-1 就是他总共几个学生 然后呢把这几个全部加在一起 不包含最后一个 那加在一起之后的话 再除以什么 除以他总长度-1个人的平均 就是把它算出平均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里面我大概重点提一下 第一个我们会需要什么 一个空的串列 所以以后你要写一个空的串列 就是scope 等于什么 空的 这样是OK的 空的中国阿虎 里面现在没有放任何东西 然后他会帮我产生一个串列 叫scope 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增加一个到total total就总分的一个变数 那再来的话呢 就inscore inscore inscore就输入那个成绩 那我预设值给0.0 意思就是说里面可以小数点 所以输入成绩的话可以什么 98.9 这样也可以 OK 然后 所以有三个变数 那成绩直到输入-1为止 所以特别注意 快喔 特别注意喔 条件的话呢 当他不等于-1的时候 他就跳迷 然后底下的话呢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把这些讲一下 来外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 其实你可以把它拆成三个部分来看 所以以后写程式喔 不用不需要一次一次全部写完 你先第一关可以过 再过第二关 第一关的话是输入成绩 第二关的话就是算有几个学生 第三关的话就是算什么 算他的总分跟平均 反正一关一关过就好了 有时候程式喔 真的不要太急躁 你先第一个可以过 再第二个第三个 应该后面就比较简单 所以喔 我们分别来看喔 第一个的话 我刚刚有宣告几个啦 这几个当然目前会用到的就是这个scope append 然后增加那个inscope的成绩 total如果用不到的话 先把它注解掉 也许我这个部分先注解 反正我最后就先print了这个 然后总分这个部分的话 平均先不要计算好 我先把它先度解掉 OK 反正刚开始用不到 你可以先这样 那最第一个我先建一个空的 然后在inscope就是串列 有点像是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esale吧 esale里面的话 类似像这样吧 然后里面的话一个一个 就是有点像放 那放几个不管 反正就一直往下放就对了 然后再来inscope就输入成绩 那所以呢 while这边的话我就想 直接先判断说他如果不等于负一的话 不等于负一的话呢 那就进入围圈 不等于负一的话 ok 当然喔 如果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像之前一样 直接打个while e 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到里面做if 逻辑判断 然后还有一个break 看起来好像要多写两行 所以以我的角度看 好像写在这边 会比较精简一点点 有没有 ok 你就不然的话 你要把这个写在if 回圈 加一个break 会多写几行 ok 所以这个可能就看个人习惯了 那所以呢 他不等于 特别说不等于负一的话 那我就进入回去做什么呢 就让他输入什么input 请输入学生成绩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他一定是一个字串 所以我把它转型 转过来之后的话呢 放在isgo 那可是我得到他之后 我怎么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特别说 这边你就要加一个sgo 给你什么 给append 当然你 如果用eclips的好处就是什么 他会自己跳出 你enter他就可以了 那你upjet的话呢 就把什么 把这个insgo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 这样可以了 ok 不过如果说你要更精简 甚至连insgo 这个变数都不用 怎么样 你把这个 直接搬进去 这个拿掉 这样的话呢 诶 又少一行 ok 没有 只是说他的缺点是什么 刮物太多了 怕有同学会这样刮物太多 少一个刮物就错了 所以 干脆还是把它分开来好了 不过两种写法都ok 看个人习惯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 已经把资料一个一个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并且最后print print print之后 特别追哦 这个 等于是负1的跳离了 跳离之后呢 print 记得哦 你不能按你的tab键 那tab键的话 变成说 他先共有一个 共有两个 共有三个 不对了 记得哦 这个地方说牌一定要特别追 共有 几个呢 L1N 减一个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五个嘛 对 那最后这个要扣掉 所以记得把这个负1 把它减1 减掉一个 但是因为呢 它里面哦 它是一个数字 不是一个字串 所以要不就是什么 你用tab键把它转型 ok 那转完之后就四个 好 四个学生 那我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不要这样子 我记得啊 你可以用tab键 tab键 ok 如果你不转型的话 你可以什么 这样子 tab键 但是tab键的话 它会 就是前后多加空白 差别在这里 那看各位习惯 好像还是用tab键 可以串在一起 所以两个方法 ok 这样子也ok 好 那我们就试试看 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呢 把它98 假设我随便输入 不过 这输入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这个后面哦 我这输入两个 -1 enter 是不是两个 -1 结果呢 它还 不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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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的话 对对对 变成说应该把它改回来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要把它放进来 给它 ok 然后把它重新再执行一遍 出入 它就append进去了 ok 然后再来一个 最后的话 -1 enter 共有两个 不过 其实这边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在那个 VBA里面有那个中段模式 有没有 可以看里面的 那个变数里面的值啊 可是 在Eclipse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哦 只是说哦 他没有像那个VBA 这么 这么顺 然后这么好用 这么 这么容易一些 如果说你要看里面的变数哦 很简单 如果在Eclipse Eclipse 一样怎么样 请你在 你要停的地方 射中断点 所以你可能会 需要停的地方 你就给它点两下 第一个哦 跟那个VBA很像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除错的话 记得哦 我们之前是直接执行 对不对 你要选择旁边这个 这个错从模式 有没有 OK 那这个错从模式 就是说 他会进到Debug Mode 而不是进到 我们直接Run Mode Run Mode OK 不一样哦 可是记得哦 如果你用那个 除错模式的话呢 他会切到另外一个模式 预设是 我们设计模式哦 那他会自动跳到 另外一个Debug Mode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要切回来 要切这边哦 OK 我们把它试一下哦 所以射中断点 大家要听在这里 然后呢 按一下这个 Debug Mode 这个时候他会跳 那个除错模式出来 有没有 Debug Mode 并且呢 会问你说呢 你要不要切到 那个Debug Mode 当然你要Switch 如果你要Remember的话 你就是直接打勾 现在才不会问 Switch就切过去了 但请记得哦 他会切到另外一个页面 怕你到时候回不来哦 那有没有什么发现哦 你切 看右边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边会多一个凑重 如果你未来你要切回去的话 请你记得从这边切回 因为很多人哦 切得过来 但切不回去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要小心啊 我觉得 他这个除错模式跟VBA 比起来 他VBA比较单纯 就把他点一下就可以了 但这个不是 这会切到另外一个模式 很多人找不到 就完蛋了 OK啊 没办 不过我跟各位讲 提示这里 OK 那再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只要射中段点的位置 它就停住了 那我怎么去观察里面的变数呢 基本上如果你要观察里面变数 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呢 变数有没有 Variable 这个有没有 那里面的话呢 现在里面是没有 有没有 他跟你讲说这个Score呢 他是一个List 然后呢 他的长度是0 没有东西 那什么时候会增加 我把他下一行 下一行怎么让他下一行 我们刚刚按F8 这边也是F8 OK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按F8 或按这个 我习惯按这边 按下 下一行 然后再来的话 他会跳 请输入 输入请你就是在下面输入 输入98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InScore的词 考出来了 有没有 当他第一次复以值的时候 他这边就跟你讲 INT里面有这个东西 但是还是VBA 比较简单 因为游标放上去 但不是他这边是变 你要看这边 那我现在还没有把值放进去 所以Score Append 一样按了58 或下一行 Append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Score里面有没有变化 有 有放一个了 一个他就放一个 里面 LEN 就多一个 一十类推 所以在下一行 一十类推 但是好像没有很好用 只是说 至少 我觉得辽胜与无 以后你要除错的话 这个也是还不错的 至少 在没有 如果你要用其他的方式写的话 那当然就更麻烦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让他逐一逐一去执行 执行OK之后的话 结果反正也是 如果你要离开的话 记得一 请你按下停止 Terminal Terminal OK把它停掉 第二的话 请你切回来 这样又回来 这边就要切过来 切过去 OK 待会也许可以试试看 这个除错环境 其实不是只有拍上 以前写PHP 写Java 其实也是这样出错的 至少说 你如果没有这种除错环境的话 变成你要用想象的 想象那个城市怎么跑 而且回圈好了 至少他这个环境还可以让你中断 停在那边 观察一下 尤其是有时候你城市写的越复杂 像这个城市还算简单 比如说写非常复杂的城市里面 到底放什么东西 放了几个东西 你搞不懂 没关系 请记得中断一下 按这边一下 他就切过去了 OK 然后switch过去 那你就可以了 下一个 他只要前面有中断点 他就停住了 我们就把这个成绩输入 然后enter 他就append了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 再append了一个 然后就再一个 enter 又一个了 所以这个list里面 他98 现在有没有append append进去 所以你会发现他跟你讲说0 他scope编号0是放这个 编号1是放这个 里面总共有两个 非常清楚 所以以后只要有变数 他都会秀出来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将来如果你实在是 有点像鬼打墙 一直转不出来的话 或许这个也是个方法 还有就是说可能有时候 没办法理解 到底这个回圈是怎么跑的 因为毕竟人脑没有那种回圈功能 对不对 人脑有回圈功能的话 那太好了 可是没有 人脑就变成这样 这样跑 如果这样 里面如果还有逻辑判断 你要再转一下 导步怎么样 设一个中断点 让他可以慢慢跑 OK 没有问题之后的话 你就把它停掉 然后再切回来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一下 总共几位 当然我们再来看 那个总分跟平均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有关那个Equivus里面的 除错中断模式 那这个也算是 我觉得蛮好的一个 至少在 拽写Python里面 可能 还没有其他工具 可以这样子 做一些中断 其他一般建议 那一般很多人就建议用那个 Spider Spider 可是Spider也没有 这么好用的那个 除错环境 或者另外有一套 叫Python Python的话 也跟一个蛮像 但是Python 我自己用过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环境要钱 要付费的 所以要付费 这个不用付费 当然 想想还是这个 算起来 目前我们学习阶段的话 那未来如果说你将来 可能有收入比较好 然后你有想要一个另外一个 Python感觉 视觉化更好一些些 但是 就是要有费用 如果将来你 想要更好的环境 所以说不定可以再试试看 另外还有一套 用Visual Studio 微软的那一套 也是可以写 只是因为Visual Studio 为什么我不喜欢用 因为它有点 一装起来就好几 不是好几GB 是好几十GB 它把那个环境装起来要 非常大的空间 这一点我就不是很喜欢 所以算下来 这个Equilibus 为什么我选这个环境 总有它的原因 那这个坊间书籍 好像比较常是用那个Spider OK 你们看坊间书籍好像用Spider 比较多 或者是用什么Jupiter 直接用Web 那用Web有个缺点 就是它第一个不能除错 第二个你没办法做专案管理 比如我们旁边不是建专案 你可以很多个专案 它那个专案管理非常的OK 我觉得 所以后来也就没有采用那个方法 网路上很多的方法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除错环境 也许可以玩玩看